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大好日子 今天被同事抓来协助拍摄了 听到今天要拍两台电动爹 一台这个小鹏 一台那边的领跑自11 我就觉得好像提不起省兴趣 不过今天的工作车是一台瓦罐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瓦罐 这位更是重量级 奥迪的RS6 这台车当年一度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之车 不过读书那会儿 R46装载的还是V10加上双涡轮增压 两个涡轮的兰博基尼发动机 想想就刺激 现在换装了4.0V8 整个车变得文明很多 不过输出倒是不降反升 600马力800牛米 它在我现在开过的车里面 吹个牛逼 是马力第四大的 这一台RS6并不是顶配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探潮的刹车点 不过10活塞的卡钱 再加上这个非常大的16寸的一个刹车点 已经比很多车的一个整个铝轮鼓都要大了 世界效果还是很饱满的 不过这台车我觉得有一个优点 也可以说是缺点 就是它实在太浮明了 比如说它的排气深浪 听听看 而且它还现转 原地红油门为了不扰名 它是现3000转的 这台车它的内饰我觉得比外观更加低调 你能从它里面找到的RS元素 也就这边一个S6的银银踏板 这边一个RS的标志 然后方案盘上有一个RSMODE 然后座椅上有一个RS 其他东西跟A6都一样 甚至还没有A6表现好 比如说门板上的用料 软的碳纤维 ARC TARA 下面竟然都是硬的 那要知道现在很多国产的豪华车 下面都会去给你包皮 我觉得这个内饰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就是一台A6 这台车的重点呢 还是得把这个机舱打开 看看看看 多看两眼啊 人民币的香气 汽油的香气 这里呢手不能摸这个大涡轮 好看这个小小的顶吧 这台车其实它并用不着去做太多的加强 因为它本身的车身刚性啊 包括它的底盘 其实都是相比于普通的A6 进行过明显的加强的 不过呢 我自己其实现在啊 做了这么多年汽车媒体之后 我对道迪的车 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啊 因为这台车开起来确实太沉闷了 你看它这个发动机的位置 你就知道 它肯定不好玩 对吧 整个发动机虽然说是一个纵制布局 但是它都在前轴的前面 Quattro呢 虽然说是一个4比6的一个日常分配 但是这台车是给不到你那种后续车的体验的 以搭载Quattro的车子呢 必须得像这种600多马力 你才能用很大的动力 去起飘 做那种类似于四轮飘移的那种感觉 好了 不多逼逼了 我们把它开上路看一看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的外观有兴趣的话 我在PR做了一个外观的一个混检 关于它的一些外观的细节 类似的细节 你就可以看PR 好 我们上路 每次开着这个车从前车场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感觉 迪巴还是强爽 因为高手出过它的震动效 跟我自己平时开的后遗自当机 完全没有办法比 而且这台车呢 我觉得它的48伏值的作用还挺大的 在低速的时候 很明显感觉是用电机带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你在出机库的时候 你甚至会有种 这是一台电动车的错觉 主要是因为这台车的一个 迪巴的震动太小了 包括它的隔音确实也做得太好了 我们先试一试这个Efficient Mode 这个模式下换挡 其实挺早的 然后呢 它的油耗表现 其实特别好 我很喜欢这个模式 因为动力也算够用 毕竟迪巴的底气放在这里嘛 然后你在巡航的时候 它会开四缸模式 等一下我们转过去看一下 我把速度稍微提起来一点 六只左右 然后你把油门 转开 一段时间后 它这边就变绿了 我现在是用四缸模式在跑 四缸模式 4.0处于2.0 2.0T 四车五入就是一台EA888 然后你看 还有空档滑行 那在现在这个排法法规下面 这种性能车 对车企来说 也算得上是烫手山芋吧 所以说这些所有的省油科技 能给它安排的 全部都安排上了 这一台车 我觉得如果你开的温柔一点 它的油耗其实不高啊 油箱呢有72升 不要看它现在130公里的事 是因为前面 对不是包括我自己 多踩了几脚地板油 但是如果你在城市日常开 然后开这个Efficient Mode 它的油耗还是比较低的 我自己再来测算一下 城市基本上 主车的话14升以下 然后纯高速 只要不堵车 120公里巡航的话 这台车的油耗很夸张 堵到6个左右 又碰到滑行了 我很喜欢这个Efficient Mode 就是有一种很冲突的感觉 一台600多马力的车 竟然能这么省油 还是挺有意思的 动态模式下呢 发动机输出会变得积极 变速箱会变得积极 然后整个群外的阻尼也会提高 这个时候确实有点鼻巴的感觉了 虽然说它的车隔音确实太好了 听不见排气的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 但是我听我同事说 在车外听回火的声音还是蛮明显的 我们来试一下 把时速刹得低一点 走 很快 但是没有600马力的那种惊吓感 结果我觉得你任何人去开这个车的话 都不会有什么难度 隧道 再把速度开了稍微慢一点 然后用手动模式听 听听看它的一个声音 车外的声浪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的手动模式也是没有办法所挡的 这点来说比较可惜 所以说IS系列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文明的一个车 并不是特别赛道取向的一个车 我自己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是Efficient 加上动态两个来回切 因为这种特别锋利的感觉 其实很享受 我们再感受一下这种锋利 Efficient的时候 巡航非常舒适 而且很省油 整个车从前面传电量的声音 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整个车也显得非常安静 很适合巡航 但是你把模式切换到自动态之后 非常好玩 这就是人民帝的魅力啊